我们看一下设题 他说一个造型ABC当中 TENG A是三分之一 TENG B是二分之一 最短边缠是个到五 求最短边缠是多少 来看这边 我们大概大概随便画一个造型 班主任理解好不好 班主任去构思啊 他告诉我TENG A自己三分之一 TENG B自己二分之一 他告诉我这两个了 这样行不行 最短边 哪个边最短 这脚A这脚B 这脚C到底谁比较短 换句话说 你好像要把这个C找到来 行不行 那C怎么找 来他告诉我TENG A 告诉我TENG B了 我试着先把 第一个我先把TENG A加B 把它合并看看 这样行不行 TENG A加B 他可以把它分解成 合 所以1减掉7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写出来 分子部分把这两箱加 3分之1加2分之1加起来6分之5 所以1减掉这两箱成 3分成2分之1 6分之1 1减6分之1也是6分之5 约掉这两箱加4分之1 所以说TENG A加B 高等于1 你看到 可见A加B是几度 45度 A加B45度可见脚C又是几度 135度 对不对 所以说我可以知道这脚C是135度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今天要求最缠缠缠 对不对 也就是要求脚C的对面这个脚C 对不对 因为脚C是个顿角嘛 所以脚C一定是最大嘛 大边对大脚嘛 所以说这个大脚 所以说这当然是大边嘛 那目的啊 最短边是根号5 所以根号5在哪边 是小A 是小B还是 是小A还是小B 因为TENG有个现象 角度越大 TENG会越大 对不对 角度越大 TENG值会越大 但是相反的 角度越小A TENG值就会怎样 越小 所以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谁比较小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越小 可见小A就会怎样 最小 所以说小A是最小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这里最短边就是谁 就是小A 这样行不行 全部告诉我最短边是其一 根号5 这样行不行 各位 所以说最要 最要注意一下 对TENG而言 对吧 TENG值是打 对吧 对TENG而言 角度越大 我是直接小了 今天在锐角时候 0到90度时 好不好 要强调锐角时候 行不行 小度越大 角度越小 折 折 是这样小的 TENG值会怎样 越小 这样行不行 角度越小 所以说TENG值会越小 所以TENG值会越小 所以说推得 今天三分之一是比较小 所以说老师可以推得 角A 对吧 为最小 角A为最小 对吧 最小角 这样行不行 故 小A对边叫小A 小A为谁 为最短边缠 这样行不行 好不好 OK 所以说我知道 小A就四级 根号5 这样行不行 各位 可以好 那写到这边了 心底要求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看一下 这时候强调对边对角 麻烦用什么旋 正旋 所以说第三个 所以马上 我用正旋 A 所以说这时候 会成C 除以 再C 所以说这时候 A 除以 再A 会成C 除以 再C 是不是出来了 各位 小A四级 根号5 再A 不晓得 对吧 OK 小C 不晓得 再C四级度 135度 所以说麻烦你 这时候还要把 再算出来 怎么算 因为 tanghA是三分之一 对吧 而且A在 A是什么角 tanghA是正号 对吧 所以说 A一定是什么角 锐角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 画在第一项线 有没有看到 所以说 sine cos tangh 是三分之 这边四级 根号 10 所以 sine sine 根号 十分之一 这样行不行 把交叉相乘 C 乘上 根号 十分之一 等于 根号5 乘上 sine 135度 135度 可以写 100 减45度 所以sine 135度 等于 sine 几度 45度 这样行不行 可以 所以说麻烦你写一下 那C等于一起 根号5 乘上 再45度 是其 2分之 根号2 乘上 把根号 10分之一 一块 并乘上7 根号10 根号5 乘上根号 根号10 再次根号10 10 所以2 所以说 小C 就是 4 5 对吧 所以说 我知道 最残边残 就是在 小C 所以说 所求 最残边残 就是其 5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说 这里其实不难 只是比较不难 要钻很多弯而已 好不好 所以说 一开始 他告诉我 A和B 我把tang A加B 算出来 高等于1 所以A加B 是45度 所以说 脚C 就是135度 所以说 他是最大脚 对吧 他是顿脚 是最大脚 所以说 小C 就是最大 那既然 我们要把这边 对边对出来 所以说 基本上用什么 正弦定理 你看一下 最短边是 根号5 你看一下 这是比较小 所以说 脚A会最小 所以脚A 对边叫 小A 会是最短 所以根号5 所以马上正弦 对边最小 对边最小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说 A除以带 会连 C除以带 C 麻烦你把 带A 把它画出来 根号10 分机带进去 把它交叉相成 我们就算是我们的 小C 也就是我们最大边 对吧 可不可以 把这边看一下 给大家 感谢观看